过去一个星期 土耳其出兵跟库尔德族在叙利亚边境打起来的纷争 从当地撤军说走就走的美国肯定要负上责任 为了解决这个烂摊子 美国再次丢出经济制裁的大棒警告土耳其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的威胁起了作用 昨天双方的谈判非常顺利 以美国副总统彭斯为首的代表团宣布跟土耳其达成停火协议 土耳其同意暂时停火五天 直到库尔德人完全撤离之后 土耳其就会完全忠实军事行动 永久停火 在特朗普指示下 带团到土耳其斡旋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才刚宣布叙利亚北部很快会摆脱战火的好消息 但土耳其方面却抛出了暂时休兵不代表永久停火的立场 虽然土耳其和美国在临时停火协议上各说各话 但却丝毫不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好心情 还说要不是他扬言要经济制裁土耳其 双方都未必能那么快达成协议呢 这就是一个解决的解决 这就是一个解决的解决的解决 解决的解决 我们做了一件好事给了我们的伴依然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个不代表会的 不容易会不是你继续的解决 等待